大家在今天中午到嘉義新港 會要住家在鳳天宮 暗算有二十萬的信徒 會去新港拜拜 隨便我們來也要看這個不錯 但是廟宏也要保護大家 一廟拜拜 一定要掛水暗 而且這次是因為缺水 所以吃冰安餐 是該用沾碗 也減少八度稍微 把廟宏跟信仰 把倫阿九放得頂頂頂 人要去鳳天宮的路頭 也是人打人 今年是大家媽來 嘉義新港市 近政府第34年 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嚴重來基盤 雖然今年疫情有狀況 有更長 但是嘉義政府也提早 幾日就進行消毒的工作 鳳天宮也改用一次性的參加 減少八度的團伴 相關的一些措施 我們都做得非常好 那所以我們歡迎所有的信徒 安心的到新港 新港三位贏媽祖的活動 由台南來到新港 正式開始 鳳天宮表示 接下來還有中華塞磅 宮廟來新港進香 也希望透過一年一次 重告活動 順便為台方帶來一些相機 記者林肥廷 加基報導